只可惜啊,这么好风水的一块坟地 也没给这位武艺泰带来深厚的好运气 1966年,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啊 他来了,尸首被揪了出来扔到了一边 就连这地宫墓室啊,都让生产队当成了养鱼池 您各位好,我是昆仑刘石 北京西山,湘泉环岛 在植物园对面的那个角上啊 有一个私人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啊,原来啊,是个墓地 埋葬着民国一位赫赫有名的夫人 这位夫人就是袁世凯的武艺泰,杨氏 咱们都知道啊,这袁相成啊 他有一妻九妾,十个老婆 话说这1916年3月22日 过了83天皇帝尹的袁世凯 俩腿一蹬,撒手人寰去了 这些盛在家里的儿女、仪泰他们呢 按着房头子女啊,就把家给分了 这武艺泰啊,分的家产呢,就比别人多 要说这袁相成这一辈子 那真得算得上是多姿多福了 他这一妻九妾啊,一共给他生了17个儿子 15个闺女,这杨氏一个人呢 就给老袁呢,生了四男与女 五个孩子,这四个儿子,分别是老六元克桓 老八元克枕,老九元克九,老十一元克安 再加上这一个闺女,袁继珍 所以啊,他们这个房头啊,分的家产呢 那比其他房头啊,就多多了 再加上袁相成本人呢,他偏疼这个武夫人 这武艺泰呢,平时啊,就没少的私藏夹带 所以呢,在分家以后啊,仍过着体面奢华的生活 再者了,人家的儿子,他也争气啊 老六元克桓,早年啊,留学英国 回来呢,就创办了江南皮革厂 江南水泥厂,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所以呢,就更有钱了 那么,这位相貌平平的武夫人,为什么能如此得宠呢 据说这武夫人啊,她特别能持家 有头脑会算账,家庭经济学搞得好 并且啊,她把袁世凯的生活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袁相成呢,做了大总统 住在中南海居人堂 她本着呀,公平的原则呀 让这个每个仪太太服侍她一个礼拜 可是这武仪太不一样啊 她是常住居人堂 专门安排服侍大总统平时的起居生活 也不知道啊,老袁登基坐垫以后 给没给这武仪太啊,弄个皇贵妃当的 我这想啊,那是惹钉子了 到了1937年,这杨氏夫人啊,她也冰天了 就安葬在啊,北京植物园斜对面的香山路的南侧 说实话,买这块坟地,那是没少花钱 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它原来啊,是皇上家的一块墓地 专门埋葬皇室里未成年的女子和没生意过的嫔妃 姐这个停车场往东啊,走没多远 就有一个村子叫丰户营 其实啊,它过去也叫坟户营 是专门啊,给这些死了的皇室看坟的 这里啊,自古就有一句老话 叫一六边山府,七十二座坟 只可惜啊,这么好风水的一块坟地 也没给这位武一太带来深厚的好运气 一九六六年,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啊 它来了,尸首被揪了出来扔到了一边 就连这地宫牧室啊,都让生产队当成了养鱼池 您瞧见了吗,如今呢,这块坟地就剩下这块牌坟 有人说呀,对面这房子呀,就是这座坟地的响堂 我才不信呢,前两年我看这儿啊 还是竹孙鹅火锅呢,蒙谁呀这是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史 喜欢我的频道啊,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挨这儿持续跟您聊天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咱们回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